夫妻能不能过长久,就看这几件事了 很多夫妻走不到头,都把原因归咎于性格不和,三观不同 事实上夫妻感情不好,争吵不断 有的甚至离婚,并不完全都是感情不和的原因 主要还是因为有以下四大因素,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第一,经济原因,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 婚姻生活中,爱情与面包都很重要 尤其是有了孩子以后,孩子也是一笔很大的经济支出 没有经济基础的婚姻,生活变得很艰难 出门七件事,哪件不需要钱来支撑 没有钱,夫妻二人每天为了柴米油盐争吵 经济收入成为夫妻冲突的导火索 对爱情的崇敬逐渐消磨,爱情是需要培养 没有钱的婚姻双方都在为一丝助行发愁,互相埋怨 哪还有时间花钱月下,你浓我浓 随着社会竞争日趋激烈,失业使人们的心理压力加大 会引起人们的持续性的焦虑 事实上贫穷的确给婚姻带来过过度的压力 以至于贫穷夫妻的争吵率比富裕夫妻高出两倍 第二,一方没有责任心,不履行家庭义务 男女双方一旦组合家庭,有了孩子就该履行家庭责任 男人要努力赚钱养家,承担家庭的经济开资 子女的教育费用,女方要打理好家庭琐事 照顾好丈夫孩子,给丈夫提供安稳的大后方 让男人在外打拼,夫妻二人情色和谐 共同经营好家庭,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可是现实生活中,有一些夫妻男的不务正业 天天跟朋友鬼混,没有一份正儿八经的工作 天天想着投机取巧,不往家里拿钱 老婆孩子不问,女的呢就更离谱 孩子丢给男方父母,不问家务,天天打麻将 抱着过一天,涮一天的态度 这样的婚姻不走到头才怪呢 无论男女一旦结婚,就意味着对家庭都有应尽责任和义务 如果一方或者双方不愿意承担家务 子女抚养教育等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久而久之,这便会成为夫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最终感情破裂 第三,一方疑心太重 有的人可能从小所受家庭环境导致的内心孤僻 疑心太重,缺乏安全感 这种人太可怕了 很简单的事情总是无中生有 从旁人口中捕风捉影 受伤害的总是他自己 这种人可怜更可悲 和他在一起你会失去人生自由 当你因为工作原因晚回家 他就会像审判人一样审问你 他会查你的手机,监听你的电话 杜绝你和一切非他以外的异性来往 而且这种人的内心变态 极度缺乏安全感 多半都会有暴力倾向 如果某次出现解释不清 那么他很有可能就会动手打你 第四,一方有暴力倾向 夫妻双方都是家庭平等主体 硬互相尊重和互相体谅 有的男人还有着封建传统思想 或者压根就是品性太差 对女人想打就打,想骂就骂 嫁给这样的男人 一辈子都会活在恐惧之中 而且家暴这种东西 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只要他动手打了你一次 绝对不要相信他事后道歉 跟你保证再也不动手的鬼话 藏此以往夫妻感情最终走向死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